根本高興不起來 金鐘進入倒數超級忙的嬌哥 特地抽空跟大家聊聊天 說到陸為當下的心情 竟然出現這種突發狀況 讓他一點都開心不起來 那天實在太屌了 就是金鐘獎宣佈為那一天 曲若萱跟我說他不能來 根本高興不起來 我不是在回你們嗎 謝謝 就是那一天 然後我們一邊在群組說 恭喜啊 那怎麼辦 那到底要發誰 然後 對 然後寶兒姐就說 我已經請陸陸去找那個戴琳了 那嬌哥你可以去找彭佳慧嗎 所以我們一邊在找彭佳慧 一邊在找戴琳 然後一邊又跟徐若萱說 你真的確定有狀況嗎 那那天就是公布 所以我們根本高興 其實我們私底下一點 當天都沒有喜樂的錢 我們是在想三天四天後怎麼錄 怎麼錄 所以其實是很 這個ending是搞得我們人一樣麻煩 但離金鐘獎越來越近 你有那個心情有不變嗎 嘿嘿嘿 越來越沒有信心 這幾年時代也在變 包括網路節目啊 包括新一代的主持人 包括跨界的主持人 怎麼跟我們小時候都不太一樣 其實是很茫然 所以金鐘獎也是啊 這麼多年沒有得 老實說現在我有 那天網友講得最好 他說金鐘獎沒有你們家玉米獎可愛啊 玉米獎 玉米獎比較可愛 比較重要 好像也是 所以我也很幸運啦 就剛好生活有一個新的重心 就也比較不會那麼聚焦在得失心上面 就去玩 見見老朋友 我不會啊 我第二天去幹嘛 對啊 我又不是珍寶一 他才兩天都要去吧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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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辛苦了 兩天都要去 對 那今年就是又跟 就是 對啊 其實你說這些人啊 我一直覺得 人的緣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是會 又湊在一塊 這麼久沒回來啦 這麼網路節目也可以報名 所以我對這些事情都覺得很懸 但是也就很釋懷 也不會覺得大盡小怪 我想這齣戲還會繼續拖下去 哈哈哈哈 來戲拖棚 今年會再來個台上 目前沒有這種安排 沒有喔 沒有這種安排 那我非常謝謝三立 很理性 哈哈哈哈 沒有動這個歪腦筋 沒有為了 對 沒有為了一些奇怪的數字 然後想要動這個歪腦筋 我想他們哏也很多了啦 唐老師也是第一次啊 應該應該 主要是看看說 分兩天半 是不是真的會快一點回家 不會嗎 我是真的很想 我從來沒有參加金鐘 那麼想回家帶小孩的 喔對耶 就是以前都覺得反正出來啊 然後再去慶功宴鬧一鬧啊 這次我還沒開始我就想回家了 回事實踐 對 我就想回家了 到底能不能早點回家看玉米 只能等當天揭曉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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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